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居然不给人家钱 玩完就跑 哪有这种好事啊 就在妹子准备撸起袖子大概一场时 一道红光闪过 这俩妹子可能做梦都没想到 钱不仅没赚到 还成为了人家的手下 这徽章一到手 迪姆就兴奋的把玩了起来 马上就召唤出了三帝王 那巨蟹库能让吗 老规矩让两个炮灰先上去拖延时间 一看赛云加就无形大母被打的差不多了 摇晖就知道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但是我折打大人登 登 登 哎 我变成气呢 好家伙 我看过不少变成气被抢走的 被骗走的 这变成气被弄丢的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而这变成气呢 则是被劫化给捡到了 而小罗鱼也准时把出现把他俩一波带走 瞧瞧这个周围的场景 瞧瞧这昆盲的姿势 我发誓我没有想多 而除了眼前呢 这四位美女之外呢 迪姆也头一次出现在主角塔的面前 并且拿了两个新的徽章 就是组成五帝王的剩下两个 兴致冲冲的就变成了三帝王出去搞过外 而这边呢 姚辉也顺利的找到了前卫们被绑架的地方 就像了他俩 四位美女的大混战一触即发 姚辉一看女人的战争 我还是赶紧撤吧 顺便把桌子旁边的变成气拿走就开了 又话说这这么重要的东西 反派不随之携带着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吗 这不明摆着故意放水吗 话说我们的队长也没有闲着 上一期的结尾呢 他在捡到了敌人的名片后呢 就开始来到了他的动作单位开始调查 虽然还没有看到了真人 但是却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徽章的制作方法 姚辉得到了升华期后呢 马上就变成了阿尔法形态迎战三帝王 哎 你还别说啊 这阿尔法形态还是可以的 明明是第一次出现的形态 但是到现在啊 都没有怎么吃过别 三帝王的实力还是略逊于他的 但是啊 你们别忘了 刚刚敌人们可是得到了新的徽章啊 于是又马上把三帝王计划成了五个帝王 跟泽塔进行战斗 这次阿尔法跟贝塔全部阶阶 几下就被人打得落花流水 而淡淡看着这一切的队长呢 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了贫穷三节的徽章 随手就扔上了色囊 心情态终于来了 这次的伽马未来啊 明显就是花了金费的 出掌方式啊 就要比前两个血库 而且啊 当真是超能力战士啊 疯狂的秀技能 能缩小能动筋 最关键的是这招伽马幻影啊 可真的是太秀了 其他的奥特曼都是分自己 而这家伙分出了贫穷三节帮他战斗 最关键的是盖亚还可以变成指刀形态 您这不犯规吗 明明是一对一 瞬间变成一打四了 吴帝王完全没有反抗 就被干瓦顺别解决了 犹犹实在是太帅了 连刚刚战斗完的杰花和杨泽都发出了迷妹般的尖叫 话说你们绑着的这两家伙是谁呢 啊 原来他俩就是那个美女啊 啊哈 那没事了 爷的青春结束了 迪莫再度再远拜 又医学医管的逃了 不过加古拉早就已经勾获多时 虽然还是让他就跑了 但是加古拉并不是没有收获的 比如说 这两五个怪兽徽章 就是他的战彼品 好了 这就是泽塔的第八集的内容了 你还想知道更多关于泽塔的最新消息吗 那就赶紧关注我们吧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新剧院 我是剧院哥 从中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不过加古拉并没有座让你 握回来 咱们 咱们 咱们